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歡迎歡迎收看正常發揮 感謝觀眾朋友晚上9點鐘鎖定正常發揮 來關心我們大家都很關心的事情 昨天節目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情是覺得很可笑 可是今天隨著我更深入的去研究了 某個事件的相關新聞 我的心情變得很複雜很矛盾 我一方面覺得很可憐很可悲 二方面我覺得很可恥很可惡 而且很可恨 我講的是什麼事呢 對就是中國大陸的無人機 如入無人之境 來到了金門的大膽二膽島 把軍事重地的風光 盡收眼底的這件事 我昨天覺得可笑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但今天我覺得我們的阿賓哥 真可憐 真可悲啊 而這一個國防部可恥可惡又可恨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滿口謊話 真是滿口謊話 害我今天氣了一天 我真替在台灣當軍警的朋友 感到不遲啊 當警察的不敢開槍 開槍 丟了命 當軍人的不敢開槍 丟了榮譽 榮譽是軍人的生命 所以當軍人的也等於丟了命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奧都督的民進黨 在當家做主啊 面對暴徒 警察不敢開槍 丟了性命 面對入侵 軍人不敢開槍 丟了榮譽 你不覺得他們既可憐又可悲嗎 你不覺得這個政府 相關部門 既可恨又可惡 而且超級可恥嗎 害我昨天說那兩個 讓我心情好的新聞 那個好心情蕩然無存 昨天不是說 周遇寇要賠我們280萬 我心情很好啊 林志堅 兩間大學的碩士都沒了 我心情很好啊 今天早上新聞看一看 仔細爬書整理 深入研究一下 心情都不好啦 還好 今天網路上出現了兩張梗圖 跟我今天談的題目無關啊 但是 為了防止你們在節目一開始 心情就不好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給你們看一下 哪兩張梗圖呢 來 首先是這一張 他用了一個電影場景 我先把答案遮起來 林志堅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退選嗎 然後下面突然間露出了無恥的笑容 因為 我怕我再選下去會變高中生啊 搞不好連大學學歷都是造假的啦 還有一張來 為什麼林志堅會是今年度的 遠傳最佳代言人呢 遠傳今年度最佳廣告代言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了台灣也沒有了中華 那就用遠傳吧 台灣大學跟中華大學的碩士嘛 那就用遠傳吧 這兩張梗圖讓我今天心情稍微好一點 要不然齁 我跟你說 你看的新聞齁 真的越看越 什麼藍 讀什麼 心情真是不好 真糟糕 滿口謊話 當然今天 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就從無人機開始 我就從無人機去告訴你 中美兩大國 在發展上的差異 我再從海軍來告訴你 中美兩大國 在後勤補給 興建下水 造船能力上的 巨大差異 別的我都不提了啦 今天我給你看兩艘航母 中國大陸一艘 美國一艘 都赫赫有名啊 最近兩艘航母 都有新的照片影片曝光啊 我讓你對比一下 什麼叫做老太龍中 跟年輕朝氣 老太龍中的 是躲很遠的雷根號啊 不好意思 我不舔共 但年輕有活力的 是中國大陸的三東劍 看看這些對比 然後整天還有人在想 台灣會受美國保護 美國在第一島鏈 甚至第二島鏈 還能夠有效的威嚇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簡直笑話一場 我們今天好好的談談 請教來賓第一位 我們介紹左鎮東 左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來賓歡歌 大家平安 小滿滿之剛 大家好 好 稍後呢 這個蔡振元委員 也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先來看今天的封面電視牆 來 金門小兵 大力出奇蹟 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我想告訴你 為什麼大力出奇蹟 那丟石頭 丟這麼遠嗎 居然可以靠丟石頭 丟石頭 就趕跑 在一千公尺 各位 我講的千尺 是一千公尺 上空的無人機 不得了 各位 你知道一千公尺 是多遠啊 是一公里啊 無人機 如果小小一台 飛在一公里的上空 你肉眼還看不到 我們的金門小兵 在國防部的說法裡面 可以拿石頭把他趕跑啊 這種人才不參加奧運 留在部隊幹嘛啊 這絕對破世界金式紀錄啊 屌打任何世界大力士啊 丟一顆石頭 可以丟一公里這麼高 可以丟一千公尺 然後把解放軍的無人機給趕走 人才啊 真是人才啊 我實在不懂 怎麼會有一個如此無恥 無能的國防單位 能夠講出這一種瞞天大謊 沒有入領空 沒有 他在3300英尺 大概是一公里多一點點的高空 沒有入領空 沒有 你在胡說八道嘛 你在騙嘛 要嘛是你說謊 要嘛是我們看到的這兩個金門小兵 人才啊 我說了 絕對不怪這些小兵 他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啊 他們既可憐又可悲 無奈又尷尬 這一切都是那個爛到底的國防部造成的 都是那個爛到底的民進黨造成的 要怪就怪他們 小兵是無辜的 繼續往下看 講到無人機 昨天來賓其實提過了 現在的航母厲害不是配戰機啊 是要配無人機啊 無人機的風群戰鬥團隊 才是未來海戰乃至於空戰的主力啊 請問一下美軍發展到哪啦 請問一下解放軍現在的能力到哪裡啦 今天我們來談談 中美的無人機風群機鬥 剛好跟對比雷根號的山東艦也有關係 因為在不久之前 山東艦才被拍到他們的飛行甲板上 布滿了無人機啊 已經把無人機機隊放到了航母的飛行甲板上頭了 這才是未來的戰爭啊 不是還在那邊比什麼標槍啦 這邊的刺針啦 這邊的薩德啦 不是這一種啊 我們今天好好來談一談 來繼續往下 很多人說中美現在不停的鬥法 是因為中國大陸覺得他的時間不夠啦 所以越來越難鬥贏美國啦 所以急著要武統台灣啊 因為中國大陸越來越弱 再不趕快武統會弱到來不及啊 很多美國人不是持這樣的看法嗎 中國急著武統 因為他的軍事實力超越不了美國 因為他的經濟政走向衰退 敢嗎呢 美國媒體有篇文章告訴你 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說 對北京來說 他一點都不急啊 因為他們的實力還沒有封頂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美國軍事相關媒體的分析報導文章 再看看我們前面提到的無人機 再看看待會我要告訴你的海軍對比造船能力 還在相信美國能夠保護台灣的 你真的一頭去撞在牆壁上 一頭去撞在牆壁上 好另外我們昨天提到 普丁的沉默 才是讓西方世界最害怕的事情 是啊 人狠話不多嘛 想吃什麼跟我說嘛 所以普丁的沉默 是不是復仇的前奏曲呢 果然在8月24號 就是烏克蘭的現在 我們是25了嘛 他們是24 應該差不多啦 反正差幾個小時啦 普丁送上大禮了 獨立紀念日馬 行 我送你蛋糕 但是這個蛋 不是雞蛋的蛋 各位 是非蛋的蛋 不只普丁送蛋糕啊 英美各國也紛紛送上禮物 美國 拜登總統很大方 送紅包 英國 這個馬上要下台的首相 很有種 是不是想把自己的人頭 也送給烏克蘭呢 在這個時候又跑到烏克蘭 甚至他們熱門的下任首相人選 這個特拉斯 這個女性的外交部長 他居然告訴世界 如果我當選首相 我隨時都有按下核武器的準備 全世界都在反核 都在認為核武器必須受到適當的控管 結果英國這個要當下任首相的女性參選人 居然大言不惭的 說他已經準備好 要開啟全世界的核武大戰了嗎 這樣還適任嗎 我頗好奇的 待會兒都來好好談一談 來我們現在看 今天第一張電視牆 首先給你看看兩張照片 這一張昨天給你看過了 這是小兵 有過不清楚 來這是小兵 為什麼我特別放這張照片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小兵 這個白白的看到沒有 對 是他丟起來的石頭 你有沒有發現 在鏡頭上 這個石頭 幾乎已經要飛到 無人機的鏡頭前面了 如果你有看過影片的話 待會兒我給你看 幾乎要飛到無人機的鏡頭前面了 換句話說 假設小兵的位置在這兒 無人機的位置可能在這裡而已 石頭丟了這個高度 用目測來看 我認為大概就三層樓而已 不超過五層樓 你自己看嘛 小兵嘛 石頭嘛 無人機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你認為這裡有幾公尺 我們的國防部說 有一千公尺 有一公里 這個距離有一公里 這是國防部的說法 我們的影片好了沒有 影片好了沒有 有 播一下 這個影片很清楚看到 金門的小兵啊 正在用石頭驅趕這個無人機 你看到了沒有 那個石頭來 那個石頭往上飛的高度 幾乎已經是要 打到無人機的鏡頭了 沒錯吧 有沒有 我沒唬爛吧 它就從無人機的鏡頭前面飛過 對吧 是吧 是吧 來連續兩顆 我想請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小兵 跟無人機 透過這樣子的畫面 距離有多遠 我不專業 但以我的生活常識判斷 我認為大概 大概就只有三五層樓高 可能五層樓都不到 來再看一次 看到沒有 那個石頭幾乎是從鏡頭前飛過 看到了吧 就算 就算是用高倍鏡頭 要達到這種石頭快 擊中機身的視覺效果 也一定是從鏡頭前面飛過 不要唬爛 基本常識 可是我們的國防部卻告訴我 小兵跟無人機的距離 有1000公尺啊 你相信嗎 來 我們回到現場 剛剛我給你看畫面了 你信嗎 你信那個距離 有一公里嗎 好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的照片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要給大家看的 是有一張 這個也是中國無人機 拍到了大膽島上面 這個國軍當年留下的字樣 不是這個照片 不是這個照片 我要看到的是 大膽島上面留下的這個 紅色 紅底白色的字樣 也被中國大陸的無人機拍到 然後這個小兵是在二膽島 所以基本上大膽二膽島 都被看光光了 好了 你剛剛看到了那個影片 我也給你看的照片截圖 你覺得 小兵離無人機的距離有多遠呢 你覺得這架無人機 有沒有入侵台灣的領空呢 國防部說 無人機位於3300英尺 大概是106公尺 也就是一公里多6公尺的上空 國防部說的 所以沒有進入領空 看起來這麼近 是因為這個無人機 利用了變焦鏡頭 甚至還強調說 該架無人機是民間人士所操控的 並非解放軍 還有綠煤幫忙洗白 不斷的用國防部的澄清 來發相關的新聞 也是夠可恥的 證據擺在眼前 麻煩去微博上面看一下畫面 那個距離啊 有一公里嗎 來 我們請老師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了 2020年6月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跟印度 在邊境互丟石頭 現在我們也是用石頭來攻擊 不過這個背景完全不同 2020年6月 中國大陸跟印度 為什麼在邊境上互丟石頭 因為他們簽 在2013年簽過一個協議 就是保持邊境的安全跟安寧 那麼他們這個協議 規定雙方不能互相使用武力 所以他們因為不能使用武力 所以就改成丟石頭 死傷也蠻重的 印度死了大概20多人 大陸也有40多人有傷亡 那現在我們這個情況不是 你解放軍還在不斷的 軍演的過程裡頭 又來了無人機 所以這個情況真是不能小叙 但我認為 這個我同意主持人剛剛講的 國防部真是應該好好檢討 今年2月就有無人機 飛到東引去了 那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第一線的官兵 都還沒有收到一個 基本的一個工具可以去做適度的處置 甚至連該不該打下來這件事情 都沒有一個SOP 所以大家說你其實可以打下來 那如果按照國防部講 他不是解放軍的 那更可以打下來 那更何況你這個無人機 本身上面沒有人員 沒有人員在上面 根本不會造成人員死傷 那這個其實我想是我們 這個我們國防部 從2月到現在 根本沒有做任何的應對 那現在政府的說法是說 要去設置一個這個防禦系統 說花了43億做了一個 無人機的這個防禦系統 那這個無人機的防禦系統 在會在未來這五年內 可以裝配在全台各地 包括優先放在這個外島 但是我很好奇 也有一些軍事專家提出來說 其實就可以用無人機干擾槍 我們的無人機干擾槍 在警方就有用過 我們的無人機干擾槍 還賣到這個中東去 在伊拉克也有人 也有伊拉克的部隊使用過 我們的無人機干擾器 那為什麼我們第一線的官兵 尤其已經在2月就發生這個事情 到今天我們第一線的官兵 都沒有相關的這個設備可以使用 是不是我們國防部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這個其實它可以是一個民間的行為 但是它也可以升高成為 解放軍派來勤收的一個工具 那你政府早就應該要有所準備了 而且我們這個大家如果有印象 蔡總統前一陣子還去視察了一個 在嘉義的什麼無人機的這個中心 就是台灣製造無人機的中心 那既然我們有相關的這個廠商 我們有相關的技術 之前一些比較跟政府 民進黨比較親近的一些團體 還出來說我們看烏克蘭 它就是運用無人機去扭轉它的這個 空軍的劣勢 所以它能夠打那麼久 政府既然這麼自豪 為什麼現在一件小小的事情就被戳破了 這個我認為政府真的是應該要好好的去反省 而且要趕快採取行動 趕快採取行動 不只是說你的SOP要下來 你的這個標準作業程序要下來 而且相關的設備要趕快到 發到第一線去 不要去等待那個大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防禦系統 那個防禦系統當然是有用 但是問題是那個緩不激急 你要花五年的時間 從111年 從今年開始到115年 與其等那個大系統 還不如先第一步 先把小的干擾器先發出去 我覺得政府有時候不要太自信太自豪 怎麼認為我們都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可以這個 我們一定可以戰勝對方 尤其蔡總統經常說我要一再重申 我們有決心有信心 你的決心跟信心 這就是你的考驗 你拿出了什麼樣的行動 尤其我們看到這個士兵 他非常的有勇氣 也很厲害 這個石頭丟上去 差點就丟到 還丟滿準的 差點就丟到 我看如果丟到了以後 這個軍事守則都可以改寫了 以後就拿石頭丟就好了 對以後拿石頭丟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也是看了也是很難過 為什麼我們政府在宣稱 我們在科技上的這種優越的地位 結果到了這件事情上 完全沒有發揮 任何作用 對啊 完全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我們的東西還賣到國外去 連警方都使用了 我們第一線的士兵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希望這個政府能夠 趕快採取行動 不要老是去自我感覺良好 老是說我們一切都在掌握當中 老是說我們有決心 決心要化為行動 才能讓民眾真的感覺放心 老是說得沒錯 其實各位啊 我身在台灣 我當然熱愛這個土地 但是我一點都不期待 這個爛政府 這個爛國防部 能夠有什麼作為 我只拜託你別說謊好嗎 不要跟林志堅一樣 說這種顯而易見的謊言好嗎 說這種被人家打臉打到死的謊言好嗎 我繼續帶你來看 來 金門的傳家也說 疑似是四軸空拍機 距離一千公尺左右 停留五分鐘就離去了 金門傳家你也真厲害 我不曉得你是說距離你一千公尺 你看到了 還是距離小兵一千公尺你看到了 我不曉得這個金門傳家哪來的 距離一千公尺 那個無人機看起來不大 我不知道我沒有玩過無人機啊各位 但我只是在想 假設一台無人機 小一點的可能這麼大吧 等一下 好了 我們看小一點的可能這麼大吧 好不好 這麼大對不對 放在手上這麼大 假設是這樣大小的無人機再大一點嘛 差不多嘛 這個大小旁邊有四個螺旋槳 距離一千公尺你看得到喔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離地面 一千公尺高空 一公里高空 這麼大大小的無人機 不要說看不看得到 你可能聽都聽不到他在飛啊 金門傳家很厲害 我不曉得我們金門的漁船 是否配哈國望眼鏡是吧 你為什麼看得到 一公里外的無人機 各位一公里啊 輝文哥在那一公里外 我可能看不到他啊 阿波蘭人氣壞了 好不好 你回家 找一條馬路 一公里 叫你媽在那 然後你去一公里之外 然後回頭看你媽 看你媽多遠 無人機會有你媽大嗎 不會 在陸地上看得比較清楚啊 空中還有空氣污染有雲什麼的 一公里外的無人機 我們金門傳家看得到 我們國防部也這樣說 我們的小兵丟死都還丟得到 這不是人才是什麼呢 可是抱歉這樣的謊言 你可以騙騙無知的台灣人 但專家眼中 你就是把我們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來 我們來看 這是美國的動力網站 來 又錯字 我提醒過N百次了 繼續再錯字沒有關係 再錯字 來 這個網站說 從影像欄看 飛行高度應該近在直尺 不是一公里嗎 不是一千公尺嗎 拍謝啦 我怎麼看 就差不多十公尺 三層樓啦 差不多了 不會再更高了啦 再來他說 小型民用無人機 不跟其他的飛機共享空域 所以根本不可能接收到 所謂軍方的無線電警告 來 上面國防部說什麼 來 往上 他說 無人機是民間人士操控 並非解放軍 而且還說 當我們警告他 通過無線電動喝他 他就落荒而逃 好啊 是民間無人機 對不起 那就收不到你軍方的無線電警告 所以他就是軍方的嘛 要嘛是你說謊 你根本沒警告 人家拍爽了自己走的 要嘛就是你說謊 他收到了 因為他是軍方的無人機 你在騙嘛 這美國的專業動力軍事網站 你在騙啊 另外他說 民用無人機的操控人員 在這個敏感時刻 跑到二膽去拍軍人 那背後還是有可能是解放軍 或是情報單位啊 這種基本常識 你腦子壞了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的小兵真的大力出奇蹟 這個石頭可以丟一公里 那真的是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我們來看 來 在這邊 其他我不說了啦 我就講這個 中國炮兵團 有一個叫宋丹芙的人 他的手榴彈差不多吧 手榴彈跟軍人丟了十塊大小 應該差不多吧 他呢 創下一個紀錄 至今無人能超越 他的手榴彈可以扔多遠呢 102公尺 目前是紀錄寶石人 人稱號稱這個人肉破擊炮 對 102公尺 我們的小兵可以丟1000公尺 足足是他的十倍 十倍 然後這個 如果沒記錯 你看美國那些大聯盟啊 中外也是最遠的 離本壘是最遠的 那我是不曉得 中外野的 我已經忘記了啦 如果沒記錯 應該差不多400多公尺啦 中外野的這個 拳雷打牆 距離本壘 這個 右左外野大概都300多嘛 我說台灣啦 大概都300多啦 我如果印象沒記錯的話 300英尺嘛 所以公尺是更 更少嘛 100多嘛 對 那個 恐無有力的 大聯盟球員 還是我們的洋將 從那個 中外野拳雷打牆 傳回來 直傳本壘 中間都還要曼抖兩次 都還要落地彈跳 彈跳一次算厲害啦 算厲害啦 我們的國防部說 這個小兵可以丟1000公尺 來 晃哥 這個我覺得剛剛 左貞東老師說出了 絕大部分我們台灣人的心聲 看到這個新聞 真的非常的遺憾 那我們的國防部說 這是民用型的無人機 那民用型的無人機 不見得是大陸的民眾操作的 解放軍也可以操作 民用型的無人機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不過 我也不曉得到底是解放軍 這個操作這個 放的這個照片 因為它是8月16拍的 然後這兩天這樣曝光 也不曉得到底是誰做的 但是我用之前另外一張給大家看 這個是當初在第四次 第四次泰海危機的時候 大陸那邊放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個單身廣的節目也討論過 說這個是在花蓮的這個 和平電廠外面 然後這是解放軍 在看我們的這個軍艦 藍洋艦都有 然後這個是美聯社 美聯社也來引用這張照片 那引用這張照片 後來我們就花了很多的功夫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事實差的中心 去比對說 這是假的 做了很多 這是假的 最後結論說這個是合成的 這個花了很多 就是這個我們當初討論 所以單身廣 當初你講的這個 你剛剛講這個無人機的事情 我也在等 等國防部說假新聞 你在比對一次告訴我是假的 那我就 你就安心了是不是 又是假的 我就不會跟周老師一樣心情不好 又是假的 因為真真假假 你看烏克蘭戰爭 就打了半年了 你看烏克蘭多少假新聞 當然俄羅斯假新聞也少不了 這是諜對諜嘛 對不對 我們就舉這個 第四次台海危機的時候 它飛彈飛到我們的頭上了 要不要拉防空警報 我們有偵測到嗎 我們熱上雷達彈的偵測 那要不要發 不是國防部決定的 怎麼可能是第一線 一定是蔡總統決定的 要不要拉這個國防警報 要不要告訴大家 飛彈飛過去了 也沒有跟我們講 是最後日本的防衛省先通 先宣布 然後我們說國防部說 對了對了有飛到我們頭上去 我們才知道 發了幾枚 然後這個日本說9枚 我們國防部說11枚 大陸的學者說你們都猜錯了 你滿好的 兩個都錯了 他也不告訴你幾枚 台灣還有媒體說是25枚 還有雙倍的 還有雙倍的 就不曉得嘛 但是我引用你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你剛剛講的這些例子都可以去打臉國防部 那如同你去騰襲 這叫做我們的小兵 那我們不開第一槍嘛 那我在那邊戰哨 然後你在無人機在那邊飛 你飛什麼飛 就起摸就很壞了 好 那國防部最後出來講的 我也比較願意用愛與包容的態度來看國防部 因為也不是國防部能決定的 這些說謊都是為了什麼 就像我剛剛跟你解釋那個飛彈飛過去 一定是三軍統帥決定的嘛 一定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三軍統帥 因為你當總統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啊 當初馬英九執政八年會這樣子嗎 我講一個這個外國的 這個我很在意 這個是美國的大學教授 叫Aaron Friedberg 這個范雅倫 普林斯頓大學是非常好的學校 這個蔡振元委員跟這個左振中老師應該很清楚 這是很好的學校 結果這個美國人講什麼呢 他說台灣政府到目前為止沒有做任何惡化問題的動作 然後呢 民進黨2016執政開始 大陸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外交的壓力 我想請問這個Dr.Aaron 這個范雅倫教授 我們沒有做任何惡化問題的動作嗎 我想請問大家 到底誰是trouble maker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都講嘛 2016開始 民進黨執政之後 開始加大這個軍事外交壓力 這一句是對的 這是真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在2016之前 馬總統執政那八年 單身廣都在跑總統府的新聞 你問他最清楚 為什麼馬英九執政不會這樣 不會有你談無人機的事情 也不會有第四次台海危機 然後你一個普林斯頓大學叫說 台灣都沒有 你這兩句話基本上就是矛盾的 如果台灣都沒有做出任何危險的動作的話 都沒有做出惡化問題的動作 那為什麼他要加大這個壓力呢 就是因為我們換了總統 我們換了執政黨 蔡總統的兩岸政策 馬總統的兩岸關係 是完全不一樣 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是我們才是trouble maker 你要看紅帽子你來啦 我在跟你信 是誰變啊 是我們變啊 是蔡總統他不要依據憲法 去執行這個九二公司 蔡總統變啊 才會變成兵兇戰危啊 所以我上禮拜 在單身廣節目裡講說 難道我要給蔡總統頒獎章嗎 讚揚蔡總統你任內 你贏了陳水扁 贏了馬英九 因為陳水扁跟馬英九 都沒有飛彈危機 你有 你好厲害 你比李登輝還厲害 李登輝的飛彈是射到海裡 你的飛彈是飛到頭上去 你比李登輝還厲害 你還要我稱讚蔡總統嗎 我們都不用究責嗎 單身廣告我前天在你節目講的 為什麼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 是不是你在裴洛西來之前 你還有轉還的餘地 你可以避免它發生的 你可以不要讓這次軍演這樣發生的 結果你不願意做 對 沒錯 然後你今天走到這地步 然後還有一對人說 我們要支持蔡總統 我為什麼要支持蔡總統 對啊 你走到這一步 我就責你都來不及了 我更要進一步的講 我覺得我當評論員的責任 我要預防你造成第五次台海危機 因為顯然你的蠢 造成了第四次台海危機 我哪知道你剩下一年多 你還要搞什麼 陳水扁最後那幾年是不是這樣 對 並本加定 因為我快下台了 我貪嚕 我快下台了 我就趕快去講去中 小副星還罵他是 沙灘的太陽 沙灘太陽 我英文也不太好 對 就沙灘上的太陽 那個時候美國就認為 我們是trouble maker 就是這樣子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把這個問題釐清楚 我不怪國防部 我也不怪 當然不能怪我們第一線的 國軍的弟兄 你們都是無辜的 是冰髓降轉 真正的問題是 民進黨跟蔡總統 我要補充霍恩哥講的 你說你想問這個 犯什麼輪 犯亞倫 犯亞倫 是Aaron 這個名字還跟郭富城一樣 亞倫 你說你要問亞倫說 那到底為什麼 2016開始 中國大陸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 我想問他的是 你多久沒吃藥了 你拿了多少錢 我想問的是這個 你多久沒吃藥了 還好嗎 哈囉 普林斯頓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 你寫這種東西 你的學歷是跟林志堅一樣 是弄來的 我不懂 你多久沒吃藥了 還是你到底收了多少錢 寫這種幫民進黨洗白的爛東西 你在侮辱你自己的學術地位 你在侮辱普林斯頓這一間 極為優秀歷史久遠 而且極度專業培養的無數 優秀人才的學校 我只想問你這兩個問題 就多久沒吃藥了 然後拿了多少錢 收了多少好處 昏昏哥說 沒有在怕人家扣紅帽子 我沒怕你告 那給你告 普林斯頓大學 我不會看正常吧 會怕什麼 這邊有人截圖說 他說你沒吃藥 那不然來告 本來就是嘛 一個國際學者講這種 就是 我怎麼形容他呢 沒有常識可言 幼稚 幼稚的話 沒有常識的話 我當然知道你是企劃 我今天講一下 這個話如果是民進黨講的 我連提都不會提 對啦 他在美國當教授 當了二十幾年 美國人會以為他講的是真的 會以為他講的是對的 台灣政府 蔡政府是無辜的 蔡政府都沒有 都是對岸好壞壞 不是這樣子 今天兩岸走到這一步 我不要去講大陸的責任 因為大陸一定也有責任 當然 那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因為我管不到大陸 我在監督蔡總統啊 我哪知道習近平在幹嘛 我沒有在監督習近平的啊 所以官方我們要講清楚 這個是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比較棄啦 但是我真的是 這講的話是太離譜了啦 真的喔 對不起啦 我真的是很受不了美國人 對這種台灣問題 兩個問題指指點點 到底關你屁事 到底關你什麼事啊 不要再裝了嘛 就是因為台積電嘛 聯發科嘛 你就想要嘛 今天才有新聞啊 各位我們前兩天 預言都中啊 我們前兩天不是才說 這個州長 印第安州的這個州長 叫康安這個 康安這個 侯康安 不是我講的啊 所以就是孔安嘛 對不對 侯康安 大勞員跑來台灣 是不是為了半導體 然後我是不是告訴你 6月底聯發科 聯發科宣布要到 印第安那州去設廠 然後今天的新聞 他昨天 緊急跟聯發科 台積電見面啊 呼籲聯發科 趕快實現承諾 你不是要來設廠嗎 趕快來設廠啊 這不就是目的嗎 昨天的新聞 我前天就告訴你啊 我大前天就說啦 我就說裴洛西來是搞台積電 議員來搞台積電 這個州長來就是搞聯發科 結果今天新聞就出來了 他昨天要離台之前 最後一個行程 趕快跟聯發科見面 你不是要來這邊設廠 什麼時候要來 不就是為了半導體嗎 不管還有什麼 所以我們都沒有講錯啦 我們的預言 不是預言 就是判斷是對的 我們跟這個 范亞倫不一樣 范亞倫不曉得 為什麼要做這種奇怪的判斷 這個好啦 你是大學教授 你普林斯頓啊 我家裡蹲大學不一樣 但起碼我的學歷是真的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